腾讯体育9月24日去巴萨俱乐部官方表示,将会对朗格莱在对阵赫罗那比赛中,被出示的红牌进行上诉。 朗格莱在对阵赫罗那的比赛中,让红巴萨官方通告写道,巴萨罗那足球俱乐部战旧朗格莱,在和赫罗那比赛的第34分钟被红牌罚下,向竞赛委员会出上诉。 证明法国后卫在VAR视频裁判的干预下被罚下,裁判的说法是两人争抢时,朗格莱走接了对手的面部。 这场比赛巴萨主场2比2战平赫罗那,但只把裁判的多次判罚都值得商榷。 比赛第34分钟,朗格莱和赫罗那中场彭斯争抢球拳有打胳膊肘动作,主裁咨询了VAR视频裁判后将朗格莱排法下场。 然而赛后,当事人彭斯却表示,我站起来好向朗格莱说了对不起,一开始我以为这是我的犯规。 赛后新闻发布昏赏,巴萨主帅巴尔维德,认为朗格莱不应该染红。 巴萨方面也对裁判有选择的看VAR表示不满,咯咯。